美国前军事警官和中央情报局特工德莱尔·西姆斯 和已故的医师罗杰莱尔是一名著名的外星植入物的调查专家 罗杰莱尔是著名的逐步手术专家 年轻时也是不明飞行物现象的追随者 当他看到一名病人的X光照片时 第一次看到了异常植入物 因而专门研究这种现象已经回收了20多种夹核物 疑似被外星人绑架的人身体当中发现大多数植入物或飞芯片 它们类似铅笔尖大小 并且总是被发现在夹核物的右侧 两者都在头部和身体的其他部位 令人惊讶的是当它们仍在患者体内时 物体保持异常磁性 并且在提取中连复到手术器械上 然后在提取后消失 罗杰莱尔说 这些植入物非常不寻常 在所有情况下实际上没有炎症或排斥反应 通常嵌入组织中的异物会产生一种急性或慢性炎症反应 并可能包括纤维化和蓝种形成 植入物不是这样的 并理报告显示 金属物体被封闭在一个非常致密的灰色膜中 由蛋白质磷块、血色氨栓和角蛋白质组成 来自血液和皮肤细胞的蛋白质 通常存在于表面一层皮肤 这些覆盖植入物的非常硬的生物碱 包含了神经受体和神经细胞 这些植入物芽在紫外光源存在下也具有亮绿色荧光 根据病理报告植入物在干预中缺乏预期的炎症反应 系列植入物的化学结果显示 金属装置具有陨石起源 具有11种不同的元素在其中 似乎金属物体被包裹在类似于角蛋白皮肤表面的材料中 神经纤维围绕组织 并且似乎复制于较大的神经 外面的生物碱是如此刚性 它不能被钢化手术刀切割 但只能通过激光切割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材料制造的甲体或医疗植入物 内部的植入物装置具有看似聪明的行为 它们通过血液生存 这些位置位于身体区域 例如手背或下颚 在移除之前 其中一些装置以93兆赫、15兆赫 标度频率发射电磁辐射FM信号 它们甚至可用于卫星通星 它们所具有的表面涂层对生子敏感 显然用于重传声波 还发现了单臂电子碳纳米管 史蒂夫·克伯恩 一位专攻化学材料和纳米技术的科学家 承认他从未在地球上的外科干预中 见过这种先进技术 这些植物由世界上许多最重要的实验室进行检验 例如新墨西哥州的罗斯阿拉莫斯 在那里得出的结论是它们的性质是外太空的 因为它们所含的金属铜位素尚未在地球上找到 加里弗尼亚州圣地亚哥大学冶金实验室得出结论 金属铜位素是外来强物 德雷尔·西姆斯1948年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西姆斯·艾尔兰学童 他在大学就读了几年 后来被美国特勤局中央情报局聘用 几年后西姆斯离开了该机构曾多次与外星人近距离接触并看到了飞碟 西姆斯还声称外星人绑架并在他们的宇宙飞船上进行体检 西姆斯的调查方向是外星植入物已经超过25年 但西姆斯并不认为所有植入物都是外星人的 他表示怀疑许多植入物来自地球是复杂的纳米技术产物 植入物被一种由蛋白质和角蛋白质组成的不寻常的巧逆生物件所包围 装置几乎总是由云、铁、乌和义组成 还有一些含有纳和木化棚的正胶晶体结构 它们显示的同位素关系在地球上没有发现 但是在由链和铁形成的陨石中发现了类似的结构 因此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医疗团队提取的这些植入物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人类干的 由于脑血倾诉改变 这些探针能够引起被绑架人群的混淆感 误以为是外星人绑架 在被绑架者的手臂和腿部 头部和鼻子中都发现了外星人植入物 有时它们是皮下的 在其他情况下它们更深地存在于体内 例如与脑垂体杰出 脑垂体是位于大脑底部的内分泌线 产生许多激素 在垂体附近发现的一些植入物内发现了DNA片段 西姆斯认为这些探测器可能具有不同的用途 它们可用于识别和最终被绑架者 也可用于手持化学情感和生理信息 或用于人类良心的讨论改变新一代人类 事实上植入物对药物的捏取和个体的激素释放其反应 通过这种方式绑架者将能够研究人类物种的遗传进化 这正是植入物内部DNA链被发现的原因 下面是它参与发现的一些外星植入物 这是植入物的生物钱 这是八个青尺球中的两个 从一个小女孩的鼻道中弹出 眼睛学家对他所发现的东西感到非常惊讶 这是生物组织覆盖着植入物在被绑架者的锁骨区域 1992年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获得的眼部植入物 这个生物碱包裹的植入物 西姆斯不支持主动和外星人联系 他近日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我不建议主动和外星人进行接触 这是一个不知情 信息不对等的接触 在被绑架的人中发现了疤痕 伤痕或割伤 他认为那些被绑架者的经历 是通过操纵大脑能量抹去的记忆 但被绑架者往往在潜意识层面上 仍然是有创伤的 虽然以上有几位前沿学者的研究 不过外星植入物依然是一个谜 宇宙太大秘密太多 相信人类的未来一定可以一一击破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欢迎订阅 期待你留言